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要说什么两人一组 小白脸哭得惊天动地 还不知早已大难临头 许是场面太过震惊 足足愣了好几秒 今下才回过神来 他先是赶忙大声咳嗽几声 又轻轻扯了扯他的衣袖 可小白脸哭得实在太投入 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所抱非人 不但没感受到他的暗示 还不知死活的网络一怀里蹭了蹭 末了 他居然气呼呼地将袖子从今下的手里抽 陆兄你走开 别扯再下袖子 陆毅 今下 今下眼睁睁看着他将一把鼻涕蹭在陆毅的衣袖上 右眼睁睁瞧着陆毅的脸色由轻转黑 一时之间 不知是该先夸他一句 勇气可嘉 还是先挨到一句一路好走 他咽了咽口水 直到是大罗神仙来 小白脸也是无药可救 今下不忍心看下去 他抬起头 与不远处 是才才从窗子里伸出一只脚的层服无言一试 层服默默将腿收回 以作避嫌 今下转过身去 在心里默默说了句好自为之 就在下一秒 惨叫响彻云霄 猝不及防被人丢出去的小白脸 与大帝来了个亲密接触 他的后背撞在坚硬的石块上 发出清脆的骨折声 小白脸杀猪似的一身熬 好像五脏六腑都翻了个梗 直到缓了好大一会儿 他才战战兢兢地捂着胸口 撑起半个身子 看清了身前人的模样 锦衣为一身青蓝色的直金长衫 立于身前 眉眼间尽是冬日的寒风和碎冰渣 而他喜欢的小姑娘 被对着自己站在那人的身后 好似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白脸被摔得七昏八素 一时怒火冲天 嘶 陆兄 你居然敢 脑海里后之后 绝浮起的念头 让他骤然把话停住 等等 好像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若圆惊吓 是背对着自己的话 那自己刚刚抱住的人 是陆一 小白脸骤然呆住 小捕快不知所谓地转过身 小白脸的目光恰好与他狭路相逢 惊吓无辜的耸耸间 水灵灵的大眼睛里 尽是同情之色 我刚刚抱的人是陆一的恐怖念头 不可抑制地浮上脑海 请客将他浇了个透心凉 小白脸低头垂地 毁得肝胆剧烈 恨不得就地挖个坑 将自己给埋起来 在下就说刚刚抱着的那身板 怎么这么硬 原来抱的是陆兄 呸 这人也太不要脸了些 为了不让原姑娘与在下接触 竟不惜牺牲自己 这话颇为刺耳 陆一本就心绪不佳 听了他这话 阴侧侧的眉间 几乎能看见一道浅浅的阴影 陆一喜舞之人 力气本就比普通人的要大 方才瞧着小白脸被摔得呲牙咧嘴 惊吓还颇有些同情 他本遇上前将他扶起 可不料听了他这一番嘀嘀咕咕的厥词 瞬间觉得此人简直是找死 他的身体比脑子更快一步临时倒戈 在瞬间便及时收回伸出去的援手 小白脸扑了个空 小嘴立马一撅 一幅风雨欲来的模样 惊吓见状 及时警告他 你在出声 那些人要被你招来了 保命的威力大于吃醋 况且小白脸还不知晓那些狂人寻人的规律 惊惊吓这么一下唬 立马食食物地闭了嘴 惊吓缓缓地呼了口气 这时也才想起那些狂人来 方才他和路易抄了近路 那些人虽然行动不快 但算算时间 应该也差不多快到门外了才是 紧张的神经又很快崩起 陆大人 我们去看看情况吧 他本想与路易去探探情况 可谁知话还没说完 却被突如其来的力道 轻轻一扯 整个人骤然被拉到了路易身前 惊吓冒冒失失 一个没站稳 额头差点撞上他的唇 他猛地抬起头 那双幽暗的眸 已在他面前不到一尺的距离顿住 还以为他有什么要紧事 惊吓忙压低了声音问他 大人 您可是有什么新发现 路易未答 而是定定望着他黑润的眸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小补快要比自己矮上一个头 白皙光滑的小脸肉乎乎的 像一个圆滚滚面团子 怪不得有人喜欢 路易未皱了下眸 感觉心口仿佛着了一把火 烧得他心服气躁 他低垂下眼睫 若有所思地近了片刻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忽而意味深长地扬起一抹冷笑 他故意又气身近了几分 从小白脸那个角度看上去 两人几乎快要贴到一起 小白脸先是一呆 随后立刻暴怒起来 连疼痛都顾不得了 连忙爬起身 骂骂咧咧地冲过来棒打鸳鸯 路兄 你莫要离原姑娘离得这么近 非礼物行 非礼物行啊 路兄成人之威 圣之不武 路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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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是急了眼 小白脸口中的路兄叫的一声 比一声大 路一目光未有稍疑 仍旧盯着他 淡淡说道 方才的问题 我还未回答 惊吓默然听得他这么一句 莫名其妙啊了一声 什么 路一见小白脸也停了下来 似笑非笑道 我平时沐浴用的什么 你不是瞧见了吗 这话实在暧昧得不行 就差直说我们一起目过欲 惊吓脑子一声嗡 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方才危急时刻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 陆大人平日里都是用什么目的欲 这么香 原来当时他 他听到了 他后退几步 慌乱地错开陆毅的目光 脸红耳燥的只恨自己 嘴上没个门吧 以前总听别人说什么因果报应 他还总不屑一顾 原来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可 可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惊吓偏过头 乔健已然带若木鸡的小白脸 他艰难地咽了下唾沫 只好干笑解释道 大人真爱开玩笑 哈哈 乔 乔健什么 我 我可什么也没乔健 乔他可怜巴巴地冲着自己几枚 弄眼 陆毅不由啊啊好笑 他勾了勾唇 对他的求救师而不见 好心提醒 没乔健 你莫不是忘了 就在前几日的客栈 你不是说身上有些痒 叫人拿了 啊 大大大人 眼见他要将那日的事情 抖个一干二净 惊吓大叫一声 眼疾手快得一把捂住路易的嘴 他结结巴巴 集中生智 对对 前几日客栈 我 我身上有些痒 然后 然后我们叫小二打了盆水 擦了擦脸 仅此而已 惊吓颇有些恼火的瞪向路易 却对上他含笑的眸 惊吓愣了一瞬后才反应过来 他 他是故意的 他还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上海记得陆府后院柴房仲 他向小白脸讨要钥匙 小白脸出言不逊时 路易也是这般不管不顾的闯出 让他这个假无名差点露馅 这两人天生八字不合 一见面就互相冷嘲热讽 他倒是次次都能戳中小白脸的痛处 可每次被误伤的都是他 惊吓欲哭无泪 偏偏还不能把路易怎么样 他满心愁绪 总觉得方才的解释没那么可行 若是只包不住火 那他的明节 惊吓狠狠瞪了路易一眼 而就这一团乱麻的时刻 有人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 冰冷的掌心禁锢住他的手腕 大力将他捂住路易的手拿开 还没等惊吓反应过来 一抹白色立在了他与路易的中间 正好将两人隔开 惊吓吃痛地甩甩手 徐元春 你干什么 抬起头时 却是微微一愣 若是陆兄赶化了袁姑娘的明节 我定不会放过你 身前人双眼微睁 没了往日的慵懒 随意和哭天喊地一字一顿 寒一森森 未料到他会说出这般话 惊吓仰头 看见朦胧的月光 勾勒出他陡然锐利的侧颜 与平日温和的模样有些许不同 他呆了呆 不由自主地 有些皱了皱眉头 平生第一次对小白脸 陡然生出几分陌生感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觉得 此时此刻的小白脸 似乎褪去了那层温润如玉的光环 露出许些不曾见的锋芒 也正是在此时 今夏才突然察觉 也许以往那些熟络 只是他自作多情 他对小白脸好似 也没那么了解 他在那阴暗潮湿的地下暗道里 关了一月有余 却从未见他的家人来寻过他 他明明是内阁大学士之孙 过得应也是前呼后拥的生活 可他行为举止 却完全不像一个世家的公子 他的过去 他的绅士 他的朋友 他都闭口不提 自己也自然而然地一概不知 不知怎么的 他的心中生起一股子愧疚 徐 他刚要说话 露一眉毛一挑 哦 徐公子想要如何 徐元春莫然而逝 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声音却是冷冷的 你说我想要如何 陆毅轻笑一声 淡淡道 徐公子饱读诗书 总已在下自居 如今 倒是用奇 我来了 徐元春眸中微闪 是徐某孤陋寡闻 竟不知锦衣卫 连他人如何说话也要管 陆毅微微一笑 意味深长道 徐公子此言差矣 或从口出不无道理 我们锦衣未办案 也是从细微处寻到 蛛丝马迹 徐公子 你觉得呢 听罢这话 徐元春眯了眯眼睛 一言不发地盯着陆毅 半晌未雨 惊吓眨了眨眼 直觉地觉得陆毅画中有画 陆毅口中的蛛丝马迹 指的是什么 他为何会对小白脸 说出这样一番话 他低头思索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 一一闪过 与小白脸相处的画面 临终出狱 京城再聚 还有此次的扬州之行 他觉得自己 好像抓住了点什么 好像有什么都没抓住 只是还没等他 将事情想个明白通透 层服已急匆匆地 从窗里翻了出来 大人 那些人已经闯入屋子了 他的话音才落 低吼声和撕裂声机而响起 惊吓头皮一闸 连忙朝着窗口一瞧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干草和黄土堆砌的墙壁上 全是触目惊心的抓痕和窟窿 木门和窗帘也以四分五裂 站在最前方的狂人 将屋内的板凳大力徒手一分为二 又抓起一旁的木桌 今夏咽了咽口水 连忙将目光收回 同时 他的心下猛的一尘 无数个疑问浮上心头 为何那些人方 才在自己和陆毅的那间房屋前 停下了脚步 但现在 为何又偏偏闯入了这间房屋 这其中 到底有什么玄机 今夏夏一时看向陆毅 却见他神色平静 似乎早已料到有此一出 他压低了声音 快走 无论真相如何 现在已经没空再细细思索了 再迟疑不绝下去 恐怕真要像那条大黄狗一样 死无全尸了 今夏果断地一点头 郑宇跟着陆毅离开 可尚才抬起脚步 却发现步伐沉重异常 压根挪不动分毫 他一低头 差点气急反笑 方才还锋芒毕露 跟陆毅叫板的小白脸软了双腿 正抱着他的双腿 双眼含泪 可怜兮兮地冲他道 袁 袁姑娘 在 在下害怕 腿好像不能动了 方才的勇气哪儿去了 遇到狂人倒是腿软了 今夏服了服额 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可事态紧急 他也只得蹲下身 努力将小白脸扶起 快走 不然就来不及了 今夏虽力气比普通的女子要大 但要拖起一个大男人 着实还有些费力 眼见着狂人将至 陆毅实在看不过眼 便上前帮了两人一把 他拽起小白脸的一侧肩膀 又将另一只手递给今夏 旨在将重量分散 唐 唐 轻点扯 无视掉小白脸嗷嗷的叫声 两人心有灵犀似的抚移用力 强行把他拽起来 拖着往前走 陆毅只说要快走 可没说往哪走 两人十分默契地一人朝东 一人往西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 只听千丝锁腔的一声响 小白脸嗷的一声叫 惊吓和陆毅被迫停住了步伐 一回头 贝加在中间的小白脸 字牙咧嘴 吹胡子瞪眼地质问道 你 你们这是要将在下 无码分尸吗